受到外国品质和继续影响 和台湾婚后无法继续竞争 台湾婚族公司今年三月份 也将会继续婚操的举行 和国内的婚后风和婚后的政策 将会驾进力数 婚姻官三区过期 也是在政这婚后重要的三地 不仅仰与有农民继续在政策 婚姻官计判 欧右面关心农民未来的出路 就要求广府爱福德和保障农民来斩责 现在广府文化图 是先来练义记录这项中备消息的三页 最近婚操这年三期 不过婚农刷发起来 因为台湾婚族公司 决定今年三月份 继续来婚操开做 这个消息给今 几个台婚操事业的婚农族无奈 我们已经超过一二十年 都同期在计划 怎样是 一公斤一百零五 现在排断 因为二十年前一百九十四 二十年前的菜有十块 一粒 现在一粒 买到三十二三 不正常理 因为外国政策是一公斤一百五六块 因为市场主义法 所以说他说不定 他也是 也是买 他们的身份比较少 本年关三区过去 也是婚操的三地 到六七十三厘 行政时 大有近百八十 由在材材的 尽作 采修 混入到混流 航大一管作业 每年采修时 是全川中董完 甚至十三厘 第一个农村文化 当初以前的经济起飞 每年到国家的税收是五十亿以上 所以当初他分操公司 对台湾的经济是有贡献的 贡献的时尊是我们阿爸的时尊 我们的时代就没有贡献了 那时候很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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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时候温度没有控制 晚上都要聚養 这最后有一次采修 也会引起电影线 关心 混流官文化处是派人来 列领记录 希望保障混流官 分操三样文化 因为这个产类如果消失以后 未来的下一代可能也不了解 我们台湾曾经存在这个产类 所以这一些完整的记录 当然以后如果有机会的话 我们当然会做一些策略性的一个展示 让所有的未来的下一代也了解 台湾在农业、产业的一个发展 不仅到六十三里 还保留三周有日子的分楼 更新当地超过的一家族选分的日子 台湾记面也去台广府 在这里的记录片也能够来外发分楼 发展在地的时光 记者的三场差不多